受到年初大肝和缺水影響 今年高雄桃園竹笋产量锐减 尽管近期南台湾降雨量增加 但农民指出 由于已经过了生长期 今年连深山都不见 竹笋中营 台湾区公所表示 贵族较高族受损面积达百分之二十以上 每工程可申请四万一千元 但目前申请人数不多 据了解今年竹笋灾情严重 呼吁符合资格农民警款办理救助 台湾区公所提到竹笋属森林副产物 如果有办理造林补助的农民 也可以同时申请天灾救助 减轻干旱带来的经济损失 原自新闻Labor高雄桃园采访报导